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美国新闻 我是柳晨 首先来看美中关系方面的消息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星期六发表的一篇有关美中关系的分析文章表示 7月6日为惩罚中国盗窃美国技术而开打的美中贸易战 令已经在几个方面紧张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华盛顿采取更具有对抗性的立场 而北京则越来越坚持极健 文章表示 一些美中关系专家及前政府官员表示 川普总统高调宣扬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良好的个人关系 无助于双方消除分歧 文章说 美中关系的恶化不仅值在贸易上 中国不满美国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关系 美国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强军事化 美国加强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审查 美国对中国的签证限制 以及指责中国是毒品危机的主要源头等等 文章表示 最近刚从中国归来的 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中心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称 美中关系在进入未知水域 白邦瑞表示 中国官员和商人威胁 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开征关税 中国将减少帮助美国解决朝鲜的核问题 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的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 丹马克表示 尽管北京欢迎 华盛顿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对抗立场 但一贯以美中地缘政治对立竞争 看待朝鲜问题的中国 因贸易战将减少在朝鲜问题上 与美国合作的意愿 丹马克表示 习近平在谋求自身利益上 更加激进 中国感觉更加自信和强大 更愿意接受与美国的摩擦和紧张关系 文章说 奥巴马时代国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 川普总统在贸易和其他方面 对北京采取的强硬立场 将最终强化中国国内丑化美国的民族主义者 产生愿意相信抹黑美国言论的一代中国人 说完美中关系 再来看美国与朝鲜关系的最新动态 根据中央通讯社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说 他有信心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兑现非核化承诺 他说 中国可能在朝鲜背后下指导旗 原因是 美国近来对中国在贸易采取的态势所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平壤后 美国与朝鲜对会谈的说法展现分歧 蓬佩奥坚称双方谈判有进展 有成果 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然而 蓬佩奥才上飞机离开平壤 朝鲜外交部就发声明斥责华府提出 快速弃核是流氓般的要求 令人极为遗憾 还指出 华府要求平壤片面非核化 是朝鲜放弃核武器的计划坚定不移的决心 可能因此动摇 而川普今天上午通过推特仍对金正恩说好话 他指出 他相信金正恩将履行双方签署的合约 更重要的是双方握手展现的情谊 双方达成朝鲜非核化协议 但对于朝鲜近来的态度 川普则影射是中国在背后下指导旗 他说 另一方面 中国可能因为美国在贸易上所展现的态度 而对中国 而对美国与朝鲜达成的协议 是以负面压力 他说 但愿不是这样 接下来看看美国国内政坛人事变动方面的一些进展和预测 根据世界日报的消息 全美瞩目的大法官提名人选进入关键时刻 川普总统上周末与亲信磋商大法官人选后 将于美东时间9日晚上9时在白宫宣布提名人选 他8日推文说 期待宣布时刻的到来 并说 选出的人卓越不凡 据了解目前已锁定两位联邦上诉法官为最后候选人 川普有意故弄玄虚 让大家在最后时刻仍猜不到答案 他希望这次能与去年宣布大法官提名人选 哥萨奇一样成功塑造氛围 白宫希望在川普在东乡宣布前 能将人选保密到最后关头 这将是川普总统任内最重要的工作 提名人选获得参院通过 将改变美国历史 在川普自定义的9日大法官人选宣布日期逐渐逼近时 各方人士奔走游说 但川普8日表示 他仍在斟酌替补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的人选 视频中川普被媒体问及 目前有多少人选 目前有多少人选列入考虑 他回答 有4人 每个都很杰出 不会挑错人 虽然川普为指名道姓 但已知三男一女的4名竞争者 为联邦上诉法官卡瓦萨 凯斯里吉·埃米·哈瑞特和哈迪曼 白宫已准备好4人的资料 他们是从白宫大法官提名筛选小组中的 25人名单中筛选出来的 熟知内情人士透露 川普上周末与核心幕僚磋商中 再度对哈迪曼表示感兴趣 川普去年提名戈萨奇时 哈德曼也在决选名单中 8日过53岁生日的哈迪曼 与川普姐姐 马利安·川普·贝瑞 都是费城第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 他获得马利安的力挺 川普的最后决定 至今仍不明朗 他也喜欢大家继续猜下去 最近几天他再三调人胃口 他5日说 人选以缩小为4人 而这4人再缩小到2或3人 7日他推文说 即将做重大决定 8日他又回到4名人选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格里汉和布隆特8日指出 这4名首选 任何一名获得提名 都能获得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通过 但保守派若干人士认为 外界对凯斯里吉和哈迪曼 两人认知不多 两人的重要法学著作也不多 很难判定两人对保守派看法 法律议题的立场 担心两人会背叛保守主义原则 自大法官甘迪迪6月27日宣布今夏退休以来 川普和参与提名程序的白宫官员 接获蜂拥而至的电话和讯息 部分保守派质疑卡瓦诺对堕胎权等社会议题的立场 并指他曾效命小布什总统麾下 阻证他是建制派偏好的人选 卡瓦隆曾任肯尼迪大法官的书记官 巴瑞特去年提名听证提及他为天主教徒 因此颇为社会保守派中意 但有人担心他的法官资历太浅 顾问李奥八日在美国广播网本周节目表示 这样的鸡蛋里找骨头是正常现象 他说每位可能提名人选在宣布前 质疑他的最后很可能会支持他的人 他还说卡瓦诺和巴瑞特在川普支持者中 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们若获得提名会获得许多人的支持 他也指出另两名人选较不为保守派所知 民主党已经动员就位 无论川普总统提名谁 都会受到民主党国会及民间最严厉挑战与劫难 若不让川普总统提名人选在第一轮就过关 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也以方话 要配合川普总统的提名人选 全力抵抗民主党的攻势 最后来看民主党总统前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的境况 希拉里克林顿近年来频频的露面和参加筹款会 仅6月就5次发电邮称 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AC 可在许多政策上抵制川普总统 他2020年可能卷土重来 与川普再绝高下的猜测 也随之浮出水面 希拉里6月18日的电邮说 移民家庭被拆散很恐怖 是道德和人道危机 人人无比愤怒 他说 我2016年就警告过川普的移民政策 希拉里为被拆散的移民家庭 募到了150多万元 其中半数来自推特脸书其次 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宣布退休的一天后 希拉里倡议成立一个组织 负责人是他竞选团队的发言人 要求保护堕胎权 投票权和健保法 呼吁民主党团结一致 反对川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选 大选以来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民主党 迄今没有产生新的领袖人物 自由派不满建制派 为保证希拉里当选而排斥桑德斯 前总统奥巴马在各派间周旋 至少与9个可能挑战川普的人 一对一私下会面 其中包括桑德斯 伊丽萨白华伦 前副总统白登 和前马州州长须派克 但希拉里批评川普政策 与奥巴马更猛烈 他上月在一次颁奖会上表示 为人父母和祖父母的人 乃至整个人类都有同情心 都对川普的拆散家庭政策感到愤怒 希拉里2020年将年届73岁 纽约邮报认为他可能参选 一是因为民主党没有清晰的领军人物 而他则有知名度高和竞选经验丰富等许多优势 二是角逐初选的可能众多 但人多可降低他出局的可能性 一如川普2016年从16个共和党参选人中脱颖而出 三是希拉里2020年初选时 几乎肯定会在蓝色州击败他的竞争对手 四是他不差钱 部分民主党金主可能对他不满 但最终为了反对川普 他们会对任何提名人都慷慨解囊 希拉里6月在牛津大学演讲时 谈到美国的选举人制度 他说他的普选票多出300多万张 但仍然输掉了选举 使民粹主义靠狂热基本盘的支持 而掌权是许多的教训之一 纽约邮报认为 如果希拉里的健康成问题 或是民主党出现一位更年轻和声望领先的新星 他可能就不会参加竞选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美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